而歌手萧亚轩呢 今天则是在西门丁举办新专辑的签唱会 新欢小开低调的到场支持 不过整个签唱会的话题 却是全部围绕在旧爱柯震东身上 而萧亚轩说 已经传简讯给柯震东要他加油打气了 也希望大家呢 都能跟以前一样继续支持鼓励他 在梦堂了我 却问我还好吗 你都没觉察 Elva下午举办签唱会 演唱第二波深情主打感伤 我曾感动如何不感伤 怎么未来会属于不忘 不只歌词写到 曾经感动如何不感伤 像是在唱给前男友听 就连签唱会的时机也偷巧 就在柯震东出面道歉的隔一天 我有传简讯问后台 就是叫他加油心疼 那也就是希望他加油 然后要坚强好好的 站起来 不容喊话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支持他 而上一次Elva的发片记者会 正好碰上柯震东吸毒被捕 萧亚轩同样也在第一时间表达鼓励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然后我相信大家也看到 很多很好的作品 两次发片的大活动都离不开柯震东的话题 亚冬店虽然早已划下句点 但命运似乎还是将两人紧紧相细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他现在在第一时间表达鼓励